目前中国是耶路撒冷以东的主要强国 启示录九章六节提到的两亿人的军队 似乎与中国装备庞大军队的能力相符 此外中国将其每年GDP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军事 并拥有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随着美国和欧洲大国削减国防开支 中国似乎有望保持过去十年每年约12%的军费增长速度 并成为世界最大的军费开支国 在第十九节描述和提到的大量死亡人数 可能表明使用了现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那么中国在启示录中扮演什么角色吗 中国有超过14亿人口 是世界上仅次于印度的第二大人口大国 这意味着中国占地球上所有人口的17.4% 这个国家横跨五个市区 并与14个国家接壤 启示录第十六章第十二节中提到的从东方来的王 多年来并没有引起多大关注话题 然而当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接管中国时 情况发生了变化 从那时起人们很快发现 中国不再满足于待在自己辽阔的边界内 像继五千年来那样几乎独自生活 近年来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急剧上升 拿破仑曾经预言当中国醒来时 他将震撼世界 这正是今天正在发生的事情 许多人想知道 这个如此广阔而重要的国家 是否在启示录中有所提及 随着诸卢下一个超级大国 中国这样的强势新闻标题出现 很多人们很容易认为 这个国家可能在圣经中占有一席之地 那么圣经中有提到中国吗 答案是没有 No 如果你要寻找圣经里 直接和明确地提到中国 那么圣经并没有明确提到中国 然而在启示录中提到的东方的王 许多人认为这是指中国 我们在启示录十六章中 不道来自东方的王 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至十六节说 第六位天使把丸倒在柏拉大河上 河水就干了 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 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 好像青蛙 从龙口中 从兽口中 从假仙之口中出来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 施行骑士 出到普天下众王那里 叫他们在全能上帝的大日聚集征战 看啊 我来像贼一样 那警醒 看守衣服的有福了 免得赤身而行 叫人见他的羞耻 那三个鬼魔 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 西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顿 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至十六节 是描述末世事件的一部分 特别是涉及最后的灾难和审判 在这段经文中 第六位天使倒下了碗 导致伯拉大河 也就是诱发拉底河干河 会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准备了通路 这些众王被认为是来自东方的势力 而诱发拉底河的干河 象征着为这些东方的王预备了进攻的道路 诱发拉底河是中东地区的重要河流 历史上是军事进攻的天然屏障 当河水干河 意味着阻碍从东方来的王的天然屏障消失 这象征着最后大战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 使得敌军得以进攻 在古代 河流确实是自然屏障 干河意味着为军队打开了通道 然而 随着现代战争技术的发展 渡河早已不再是战争的关键问题 现代战争依赖的是高科技武器 网络战 导弹系统 无人机等 并不再需要依赖大量的步兵 或通过河流等地理障碍的传统军事行动 因此 一些圣经学者认为 河水干河很可能是一种象征 并不一定要按字面解释为 河流真实干河 而是可能代表某种全球性局势的变化 政治力量的重组 或者某些国际间的战略联盟 使得东西方的对立势力 更加容易相互冲突 甚至属灵上的障碍被移除 使得来自东方的力量 能够在末世中参与 三个污秽的灵象青蛙 从龙 也就是撒旦 兽 也就是狄基督和假先知口中出来 代表撒旦的力量 狄基督的势力和假先知的迷惑力量 这三个灵本质上是恶魔 施行奇迹 以此来迷惑世界上的众王 煽动他们参战 这些灵的任务是召集全世界的众王 准备在全能上帝的大日 也就是末日审判之日进行战争 这场战争就是哈米吉多顿之战 是圣经中描述的末日大决战 哈米吉多顿是末日大战的地点 象征最终邪恶势力 与上帝的子民之间的决战 这场战役是世界末日审判中的关键事件 也是上帝对邪恶的最后胜利 圣经提到 在七年大灾难期间 会有三组主要的灾难 七印 七号和七晚 这些灾难虽然可怕 但我们从启示录中可以找到安慰 因为它们不会比章节中描述的更糟糕 在启示录中 我们读到了印 号 丸 以及其他象征 如灯台 龙和星辰 印 号和碗分别代表不同的灾难 而七晚的审判 发生在大灾难的最后阶段 它们极其严重 如果继续下去 地上的一切生命都可能会被毁灭 马可福音13章19-20节说 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 自从上帝创造天地以来 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必没有 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 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 只是为主所拣选的 他将那日子减少了 关于启示录16章12节提到的 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 基督教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解读 启示录使用了大量象征 因此对于预言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不同的解释 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 这一段语有多种解读 而七晚的审判是大灾难最后一系列最猛烈的灾难 是世界将面临的最严厉的惩罚 启示录16章1-21节详细描述了这七晚审判 他们被称为圣神大怒的七晚 在狄基督者统治的时期 人类的罪恶达到了顶峰 这促使上帝的愤怒倾泻下来 第七号角则标志着这些七晚审判的开始 在第六晚中 柏拉大河被影响 大灾难期间的倒数第二次审判 也就是第六晚审判 是发生在柏拉大河干涸时 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 包括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国家 在全球领袖 成为敌基督的影响之下 会迅速向西推进 最终 这些军队将与上帝作战接下来 地上的众王将在西伯来文 称为哈密基多顿的地方聚集 我们可以看到 柏拉大河的干涸与一场大战有关 这场大战发生在一个 叫做哈密基多顿的地方 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与军事实力 确实使其成为全球舞台上 举足轻重的角色 中国的崛起 及其在各个地区的野心与行动 使许多人猜测 其在未来地缘政治格局中的潜在角色 包括末日预言 这是人们唯一的猜测吗 当然不是 有些人认为 启示录中的战斗 与末日中的中国有关 他们引用了启示录第九章第十六节 其中提到了一支两亿人的军队 而一些报道称 中国确实可能拥有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 但这个观点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 启示录第九章 并未提及一支来自东方的军队 而是描述了一支毁灭三分之一人类的恶魔军队 他们骑的马不是真正的马 此外 启示录第九章中的战斗 发生在第六次号角审判之后 而启示录第十六章中 与东方军王的战斗 发生在第六次晚撞物审判之后 时间大约相隔三年半之后 最终许多国家包括中国将试图征服他国 但他们的主要斗争将是对抗上帝 大灾难将是一个充满巨大冲突和灾难的时期 但请记住 正如诗篇二章二至六节所说 地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臣仔一同商议 要抵挡耶和华 并他的受高者 说 我们要正开他们的捆绑 脱去他们的绳索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 主必吃笑他们 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 在烈怒中惊吓他们 说 我已经立我的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 中国是基提地 以赛亚书二十三章一节 提到基提地论推罗的末世 他世的传知都要哀嚎 因为推罗变为荒场 甚至没有房屋 没有可禁之路 这消息是从基提地得来的 那么 今天这个预言所指的是哪一个国家呢 以赛亚书二十三章一节中提到的基提地 是指推罗的预言 描述推罗这座古代重要的贸易和航海城市 将成为荒场 基提地是当时地中海沿岸的一个广泛地理术语 通常指塞浦路斯岛上的一个地区 后来扩展到指带地中海西部的岛屿和沿海地区 因此 这里的基提地可以理解为当时的塞浦路斯 今天 这段经文的预言 不一定直接指向现代的某个国家 而是反映了推罗在历史上的命运 以及上帝对他的审判 推罗在古代是一个繁荣的商业城市 它的毁灭象征着人类骄傲和依赖财富的最终失败 今天 这段经文更多地被视为一种历史和属灵的警示 提醒人们不要依赖物财富 而要专注于上帝的旨意和永恒的价值 它的教导仍然适用于现代社会 另一方面 基提地这个名字 也有圣经学者认为 也可以指中国 最早生活在塞浦路斯 并为其命名的人是中国人的祖先 有历史学家提出 雅福的一些后代 如戈灭 图巴和陀加玛的后裔 最初生活在南欧 然后迁徙到亚洲 这些家族中的一个叫做基提的家族 最初生活在美索不达米亚西部 后来迁移到了远东 许多人认为以赛亚书23章1-3节表明 基提地 也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中国的国家 将成为全球经济中的关键角色之一 并与其他联盟合作 这种基于利益的合作将会排斥以色列的国家 这并不令人意外 不久 这两个贸易集团将控制全球经济 当巨龙完全不再隐藏他的的爪牙时 你可以想象 我们将会处在的世界吗 亲爱的朋友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将继续探讨 如果你被这个信息所触动 请考虑以赞助的方式 支持我们的事工 使更多人蒙福 请点赞并分享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获取更多振奋你心灵的视频 愿荣耀归于主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平安 常伴你左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